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7號 星期三 下面來看今天的最新消息 9月6號 拜登與英國的新任首相特拉斯通話表示了祝賀 同時 雙方繼續在全球棘手的問題上合作 臺灣總統蔡英文也在第一時間發了賀涵 期盼臺英關係持續友好深化 為增進兩國人民的福祉以及強化全球民主韌性共同努力 據中央社的消息 美英雙方表示 要進一步深化兩國友好關係 要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的侵略 應對中共所構成的挑戰 避免伊朗取得核武器 以及在能源供應等問題上合作 當天 臺灣外交部表示 特拉斯曾多次的公開宣誓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在4月份 他以外相身份發表了極具全球戰略意涵的外交政策演說 呼籲北約盟友 確保臺灣等民主政體 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並點名中共必須遵守國際規則 大紀元時政評論員周曉輝指出 在美英核心盟友關係上 特拉斯極有可能打破約翰遜時期 在中美間尋求平衡的做法 在對俄羅斯和台海等一些國際問題上 他將堅定地與美國站在一起 特拉斯曾在8月底承諾他當選首相之後 將中共列為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 升級到與俄羅斯類似的地位 周曉輝還指出 特拉斯把國家安全置於經濟合作之上 他將重新審查英國未來10年 在外交和國防方面的優先事項 這意味著 自卡梅倫政府時期建立的中英關係 將發生巨大轉變 特拉斯的一位盟友說 不會再有經濟夥伴關係 這意味著 香港事件之後 一切原有的夥伴關係暫停 事實上 中共並不喜歡態度強硬的特拉斯 而是希望蘇納克當選 根據《泰晤時報》獲得的泄漏文件顯示 萬一競選成功 蘇納克將簽署一份貿易協議 使英國成為中國公司首選市場 然而 事與願為 特拉斯的當選不僅打擊了 中共企圖分化歐美的戰略 更是讓世界抗共陣營多了一位重磅人物 9月7日 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 8月份外貿的進口和出口雙雙大幅放緩 外匯儲備下降 出口是中國經濟唯一的優勢 但似乎只能靠人民幣貶值來促進增長 臺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發文警告 新版亞洲金融風暴在醞釀中 人民幣急跌可能是一個不好的訊號 接下來港元聯繫匯率可能會撐不住 直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然指出 海外加息潮引發的流動性緊縮 直接導致對中間品和消費品的需求大幅下滑 中國最終消費品和中間資本品 佔總出口的比重高達70% 加息對中國外需衝擊較大 在過去的兩年裡 中國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世界其他國家 對新冠病毒疫情防護產品的需求 但隨著大多數國家恢復正常經濟與社會生活 這種需求正在下降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8月末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較上個月下降491.9億美元 降幅為1.58% 6日日本產經新聞發表分析文章指出 據中共官方統計顯示 今年上半年資金總共流出了3480億美元 如果要從外國投資者的流動中推斷 資本外逃應該佔很大一部分 中共央行將根據外匯儲備增加的規模增發人民幣 但外匯儲備繼續大幅下降 由於美國和其他市場的經濟放緩 中國出口也不大可能增長 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讓人民幣貶值 以提高中國製造業出口的優勢 但這將進一步加速資本外逃 和外資對中國證券投資的撤離 而近日美元持續走強 人民幣急跌 對此謝金河表示 美國擺出強硬升息姿態 推動了美元強升 除了歐元英鎊持續下跌 亞洲貨幣更是疲弱不振 人民幣貶值帶給中國強大的競爭力 原來南進的資金轉向西進 中國吸走東盟各國資金 從泰銖 印度頓 馬幣 批索 都出現狂貶走勢 東盟股市更是慘跌 東南亞各國經此浩劫元氣大傷 中國則搭乘順風車 扶搖直上 人民幣急跌可能是一個不好的訊號 接下來港元聯繫匯率可能會撐不住 這是下一輪新型亞洲金融風暴的路徑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近日撰文 三個因素導致中國經濟放緩 分別是由經濟結構轉型 投資過熱出現的反彈 以及習近平為意識形態而不惜犧牲經濟 習近平準備放棄經濟增長 重回毛時代的治理模式 您認為亞洲的金融風暴是否會到來呢 記得在評論區告訴我們您的答案 9月7日普京到達遠東地區 視察了正在舉行的東方2022聯合軍演 美國情報部門爆料 俄軍的後勤以及補給出了問題 而習近平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的年度首腦會議 將會與普京會面 專家揭示中俄背後的貓膩 當天普京與身旁的軍官交頭接耳 不時的用手比劃表現出對俄軍的部署相當關切 之後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東部 舉行的經濟論壇上表示 俄羅斯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中毫無損失 與普京的說法完全相反的是 英國國防部長華萊士此前已經有聲明表示 根據統計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已經有將近2.5萬名的俄軍不幸喪生 而美國五角大樓從近日獲得的情報分析指出 俄羅斯正在與朝鮮接觸 要求購買大量武器 包括數百萬枚的炮彈和火箭彈 恐怕是因為長時間的俄烏戰爭 令俄羅斯的軍備出現嚴重的供應短缺 對此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認為 可見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受戰爭影響 遭到了極大損失 也顯現出普京有多麼的絕望 購買大規模軍火也違反了聯合國 對朝鮮的制裁措施 臺灣淡江大學外交學系主任鄭欽摩 對希望之聲表示 北韓的武器基本上都還是依賴中國的資源 那所以呢 向北韓購買更明白的意思就是 由中共在北韓對援助俄羅斯的軍事武器做移轉 那甚至是不是需要運到北韓去再去移轉 那我個人都覺得也許有更快的方式 臺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忠也指出 在西方國家的技術 資金等方面的圍堵之下 中共不敢跳到前臺來 9月7號 多家媒體報導 習近平和普京很可能會借上海合作首腦會議 舉行雙邊峰會 重申雙方背靠背的戰略夥伴關係 鄭親摩認為 吳建忠指出 上海合作組織過去都是以中國為主場 普京基本上是一個配角 習近平當然是想要藉由這樣的一個上海合作組織 來創建它在國際之間的一個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如果說跟普丁的一個碰面 能夠這樣的一個出口轉內銷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當然對於二十大的順利召開是有所幫助的 而根據CNBC的報導 拜登表示 如果習近平出席今年11月在印尼舉行的G20峰會 他確定會見到習近平 吳建忠指出 習近平想在見拜登之前先見普京 以示親書 但鄭親摩表示 他更關注習近平訪問哈薩克 他說 9月7號 潘石一辭去了SOHO中國董事會主席 一指 他的妻子潘章欣辭任CEO 潘石一夫婦雙雙辭職的消息 促使SOHO中國股價一度上漲超過18% 有網絡熱議說 潘石一夫婦潤了 能走的都走了 SOHO中國的公告顯示 徐進和錢庭被任命為執行董事和聯席CEO SOHO中國成立於1995年 由潘石一夫婦聯手創建的 2007年10月8日 SOHO中國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 微博大V 發文表示 潘石一這幾年一直在賣賣賣賣 沒有新增投入 賣了幾百億 現在槓桿率很低 靠收租都賺得盆滿撥滿 在房地產陷入寒冬之後 他成了活到最後的贏家 外界戲稱潘石一是第二個李嘉誠 去年6月份 SOHO中國發布公告 要把91%的股權出售給黑石集團 同年9月份 中共當局對SOHO中國進行了反壟斷調查 導致該收購案告吹 時評人秦鵬曾說 當局對SOHO中國是一種變相的恐嚇和非法阻擋 真實目的是要阻止潘石一轉移資產 怕引起示範效應 黑石集團收購案破局之後 潘石一與妻子現身美國紐約觀看網球公開賽 現場畫面被中共央視聚焦 網路熱議說 潘石一跑了 SOHO中國股價隨即暴跌 超過腰斬 臺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表示 SOHO中國收購案在關鍵時刻被擋架 並且立案調查 現在市值剩下199億港元 相對於399億港元的負債 看起來潘石一非走不可 潘石一的兒子潘瑞去年在網路上批評中印邊界衝突中的公安遭到通緝 一家人全陷入危難 看起來潘石一打造的江山恐怕已經進入尾聲 3月10日 SOHO中國宣布以7折的價格出售北京和上海兩地核心地段的房產項目 21世紀經濟報導表示 粗略計算 這批資產總價約13億元人民幣 潘石一坦言 我們所處的行業現在得不到金融機構的支持 房地產行業普遍困難 近日 普京在俄羅斯國務委員會議中忍不住打起了瞌睡 而一旁的部分官員也追隨著他的腳步悄悄進入了小睡夢鄉 據《每日郵報》7日的報導 有消息傳出 普京向醫生抱怨 赴遠東視察和中共等舉行的東方2022大規模聯合軍演時 有疲勞和呼吸急促的情形 從視頻中可以看到 在會議中 官員極力設法保持清醒 可是卻抵擋不住睡意 誰要普京拖著這些官員 要他們跨越7個時區 參加這場在俄羅斯島的會議 普京顯然在會議中睡著了 而這再度引發了有關他健康的疑慮 Telegram頻道GeneralSVR表示 萬一普京真的無法主事 替身已經隨時待命 準備好執行任務 這期的每日頭條就到這裡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的節目 就請記得幫助我們點讚轉發 也歡迎就您感興趣的話題在評論區留言 感謝您的支持和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itä型 林 알�いる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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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